距离圣河西市政府大楼几个街区之外的一个空地多年来问题不断 附近邻居们表示他们多年来一直与毒贩和无家可归者为零 甚至还发生过多起火灾 圣河西市政府决定介入 今天并举行公厅会讨论清理该处空地的程序 街甲St. John的这处物业是大学生Zander Smith上学必经之路 这块空地一共有四个住址 用墙围住已经六年了 过去曾有两间维多利亚住宅 但今年三月被占据该处的无家可归人士引起的火灾烧煤了 这位圣河西居民就住在隔壁 附近居民面对毒贩 擅置占地者还有火灾等麻烦 多年来一直向市政府投诉 市长马翰也说受购了 市府多次联系业主都没有回应 于是对业主提起诉讼 该处物业业主是住在Saratoga的华裔男子Brand Lee 有一家叫做RPRON3的公司负责管理 市府在诉状上指称该公司只是一个没有资本或资产的空壳 作为避免个人责任的一种手段 在财务上无力偿债 换言之就是公司没钱打官司 法院于是批准盛河西市的请求将财产移交给接管人 接管人将做出有关清理和维护的所有决定 市府今天举行公听会讨论如何强制清除的程序 完成这些任务后才会再找一个新的业主 不仅实际维护这个物业 还希望能从中投资和转换用途 实际让社会获益